我今天的题目是用马太福音 第24章跟25章里面有三个比喻 这三个比喻主要就是 警醒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这样我应该有控制是吗 对不起 可能我没有问他我的控制在哪里 这三个比喻 今天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跟门徒讲这三个比喻 不用请 你看这三个比喻 我看你们都相当熟 第一个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那么第二个呢 会跟你们讲这个愚笨跟聪明的同理 第三个就是呢 按财干 按财干受托的这个比喻 又好像没有了 OK 按财干受托的比喻 这三个比喻 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讲这三个比喻呢 那么 哎 又没有了 OK 我们讲一下经文的背景 OK 经文的背景 那么 知道 我们知道 主耶稣 他在最后一周的时候 二十一章 马太二十一章 你看见耶稣 骑坐离居 来到了耶路撒冷 他就怎么样 人们就在那边 特别是孩童 在那边高参和山 哇 法利塞人 文士 祭司们就很不爽 耶稣进到圣殿呢 又把那些买卖的人赶掉 哇 他们又更加不高兴 因为他们有利益关系了嘛 他们可以从中可能可以得一些好处 可是耶稣却把他们赶掉了 因为耶稣说 我的店 要是一个敬拜的店 所以 耶稣就跟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冲突 为什么耶稣要进去呢 因为耶稣要挽回他们 耶稣知道自己要散十字架 只是 他们一直在找机会 要把耶稣干掉 对吗 第二天 耶稣又在进城 他就 看见了一个无花果树 耶稣怎么样 要找那个果子 有没有啊 有 没有 结果 耶稣这样 就咒诅了这个无花果树 对吗 这个 就是 我们要小心 我们的主为什么 会这么做 为什么他要咒诅无花果树 后来 门徒就发现 那个无花果树就连根都干了 到了 二十二章 耶稣就跟他们有一些的讨论 第二十三章 耶稣就这样 责备他们 因为 耶稣看见他们的心印 所以到了二十三章尾的时候 耶稣就在那边围坐耶路撒冷 哀哭 耶稣说 我好像那个母鸡要把你们召集 你们却不肯 结果这样 耶稣就说 你看 看啊 你们的家要成为 欢场 你们家要成为欢场 OK 那么留给你们 换句话说 耶路撒冷 要被溃 耶稣在二十四章 一跟二节 甚至说 门徒们看见这个圣殿很雄伟 耶稣就跟他们说 没有一块石头 会留在另一块上面 所以门徒们 他就去问 问主耶稣 他说 这件事情 几时会发生 这样二十四章 我们就看见 结果怎么样 耶稣就跟他们说 关于他们应该怎么逃避 那个患难 通常那时候的人 战争爆发的时候 最好是躲在城里 为什么呢 城会受到保护 可是耶稣跟他们说 不要 当这个发生的时候 你们要怎样 逃到山上 结果 祖后七十年 我们都知道 提多将军把耶路撒冷 毁了 死了很多人 我看三百万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屠杀 基督徒呢 因为耶稣有跟他说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要逃 他们就真的逃 逃到山上 结果很多基督徒呢 就保住了他们的生命 所以这边说 耶稣跟他们讲的就完全应验了 你们有机会自己去看 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二个问题 因为耶稣跟他们说 第二十三章三十九节 耶稣跟他们说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名来的 是应当成颂的 对吗 什么意思呢 因为法利赛人 文士们这些 这些 祭司们 他们一直不愿意接纳 当孩子们在那边 高喊和撒纳的时候 他们反而要把耶稣杀掉 所以耶稣说 我不会再见到 一直到你们 愿意悔改 愿意说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成颂 所以门徒就问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 门徒要知道 所以耶稣接下来呢 就跟他们讲了 我们今天很快的讲 他讲到世界会有很多的灾难 会有战争 会有饥荒 会有地震 我们会看见 这些东西都一直发生 耶稣也讲什么呢 教会的发展 教会会被人 被害 基督徒会被人避害 信心 爱心会冷淡 这个会发生的 末日的时候 基督徒之间的爱心会冷淡下来 可是有另外一个 反方向的发展 是什么呢 福音要管传 所以 这个是教会的发展 那么耶稣也跟他们讲 耶路撒冷要遭难 今天耶路撒冷看起来不错 只是有一天 列国要来围攻 耶路撒冷 以西节书讲的 第38章39章讲的那个战争 要发生 所以那就引进了敌基督 敌基督要来 要在圣地 敌基督要跟以色列人签约 让他们可以建圣殿 只是呢 后来 敌基督要自称为基督 自称为神 所以以色列人就遭难 而神就会来拯救 主耶稣就会来拯救他们 所以最后我们就看见 自然观 要熄灭 闪电要从东方 一直发出来 一直照到西边 我们的主要这样 所以这边耶稣讲到几个预兆 祂会再来 并且耶稣说 这样 那个日子 那个时辰 没有人知道 不可以算说 耶稣几时来 所以如果有人可以跟你讲 哇 祂可以跟你算 耶稣几时会来 那个肯定不对 OK 人不知道 可是耶稣说 那日子来到 好像罗亚的日子 许多人在那边吃喝玩乐 因为他们 不觉得世界末日会来到 所以耶稣劝告他们 你们要警醒 因为世人 不觉得会发生的时候 会影响我们 影响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警醒 那么 耶稣也告诉他们 你们要预备 预备好 因为在 好像缺贼 贼来到你的家 你不知道的 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也不能够去准备的 所以你要随时准备好 来迎接他的到来 今天的问题 什么叫做警醒 什么叫做预备 我们如何警醒 如何预备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我们的主耶稣 就讲了这三个比喻 可以吗 刚才我是讲这个 因什么 耶稣要讲这三个比喻 OK 我们现在就 很快的来讲 这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 耶稣说 谁是忠心 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 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 耶稣跟他们 问他们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主所派 不要以为你来到这个教会 是偶然的 是随便随便 或者没有什么目的 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 是有祂的目的 祂要你 付起 祂托付你的 那个责任 所以这个比喻讲到 要怎么样 要管理家里的人 什么是管理 管理并不是我做老大 你们来听我 你懂我意思吗 我叫你们做这个做那个 不是 什么是管理 耶稣在之前已经讲得很清楚 伟大的要服事小 你做管理的 其实你是在 服事 其他的 我们今天 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 祂有一个目的 为什么 因为祂要再来 祂要再来的时候 祂要迎接 祂的心腹 我们就是祂的心腹 只是我们今天准备好了吗 可能还没有 可能我们还在最终挣扎 我们可能还在跟肉体打架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神分派我们每一个人 做肢体的 我们要批持 用爱来服事 我们要批持关怀 以致我们建立起 批持建立 成为神的灵工 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 祂要迎接祂的教会 只是我告诉你 今天有很多人 没有这样去准备 他们以为我们只是等耶稣再来 没有耶稣 为什么没有再来 当然 外班人的人数还没有填满 第二点 祂的教会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神要我们 管理我们家里的人 每一个人要尽你的本分 用爱来关怀 这个管理在言文有这个医治的意味 很奇怪 其实我们许多人 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需要得到医治 我们常常都是有很多病痛 可能不是肉体的病痛 我们属灵上面 我们需要得到医治 所以这里 祂讲 神分派你 主人派你 就是要你去建立起批持 所以今天可能神给你的托付 可能并不是在讲台 可能并不是做一些 大家看得到的 可能是别人没有看到的 却是主所托付你 可能就是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 主要你来帮助他 医治他 他需要你去服侍他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要管理 按时分量给他们 为什么 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不可以医治都在喝奶 我现在雇一个孙儿 感谢主 我的孙儿 他成长得非常好 现在他连奶都不太想喝 他要吃固体的食物 所以我们也应该是这样 基督徒我们不要一直在等人家喂养我们 我们要成为固体的食物 固体的食物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能够去读 去好好 读圣经 去了解神对我们讲什么 并且你要把它分享出来 按时分量 给我们主类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 教会就能够成长 能够迎接我们主的再来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负了 怎么行呢 就是刚才讲了 管理家人 去服侍他们 去按时分量 所以这样 那个人就有负了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分派他 去管理一切所有的 这个就是亚当的责任 你记得 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他把管理 这个世界的责任 给了这个亚当 所以 这里讲到什么呢 主人会来 不要以为主人 不会来 世人跟你讲 哎呀 你讲到一千多年了 主 再来 再来 拿你 他们会这样的 讥消 可是我们的主 虽然看起来好像 持缘 可是他会再来 为什么我们主要持缘 因为 还有 他的儿女 要被寻回 还有 他的小羊 我们要把他寻找 归回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要扶持他 那么 这边也给我们看见 他说 主人看见他 怎么行 主人是在看的 启示录里面 就给我们 很清楚地看见 我们的主 现在 在 去灯台 里面 行走 我们的主的眼目 是雪亮 他看透 每一个 主的 教会 他看透 我们教会里面的 每一个人 他看见 妇人 如果这样行的时候呢 这边说 这样 就派他管你 因为他 变成一个 有父的人 有一些人说 哎呀 好像 好像 做多工作 这样 对不对 我们今天有一个 错误的观念 我们想要 中国人说 躺平 我们想要 享 幸福 对吗 我们以为那样 是最幸福的 是我们要追求的 错了 我们 那个不是正确的人生观 正确的人生观 是 在神的 旨意下面呢 顺服神 那么我跟你讲 你将是一个最快乐的人 服事主 是很快乐 所以那个 祷告 如果神感动你 来 在那边服事人 这个是很好 当你这样服事的时候 我跟你讲 最得意的是你自己 我们 我一样 一样的 我不管是在教导方面 在分享 在服事人方面 当你服事人的时候 最得意的是你自己 所以感谢主 我们 主人要分派他管理 OK 所以 这边说 闪落 那恶仆人 心里说 哎呀 主人 必来得迟 他以为主人还没有来 所以他就这样 这边说 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什么意思呢 不是 可能不是真正的打了 可是这样 就是敷衍他 可能就是 不去服事他 打他的同伴 又跟 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是不是这样 我们当中 可能有一些人 是这样 我们觉得 很好啊 我可以在世界里面 我们很高兴 我们 我们特别是 神很祝福 我们新加坡 马来西亚 我们有 相对 舒适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在那边 跟酒醉的人 吃喝玩乐 我们 副烈了 我们的主 给我们的托付 我再讲一遍 这个托付是给每一个人 不要以为这个托付是给牧师的 这托付是给全世界工作的人的 不是的 这个托付是给每一个人 因为保罗的教导很清楚的 每一个肢体都有用的 对不对啊 你的肢体哪一个没有用 可以把它不用的 没有的 我们就是一个身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功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成 主托付给我们 OK 所以这样 主人 想不到的日子 他说 主人就来了 那么 那么 那个 主人来的时候 要重重的 处置 这个恶的仆人 这边讲什么 把他 斩要 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有一些人以为信主了 我就可以得救了 对吗 信久了 我就可以上天坛了 不用紧服事不服事呢 只是决定你有没有奖赏 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教导 不是的 我跟你讲 这个是不对的 你看这个比喻很清楚的 这个仆人 他在那边做乐 他在那边没有 顺从主的吩咐 去管理 家里的人 去服事 其他的弟兄姐妹 主人来要讲 把他腰斩 定他 为假冒 为善的人 同罪 为什么表面上 他好像是一个基督徒 只是他没有 没有 没有顺从 他的主人 就是我们的基督 所以我们要审查 我们自己 今天 我们的主是谁 还是你自己 还是主人 还是你已经把你的主权 交给了 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什么 是警醒 什么 是 准备呢 第一点 他表现在 与子女的关系上 与神的其他子女的 关系上面 换句话说 你有没有准备 是看 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会不会觉得奇怪 这个是准备啊 你要准备好 你要服侍 其他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有没有服侍 这位主人 听他的命令 来服侍 弟兄姐妹 我们要想 第三点 我们也没有 可目追求神的话语 以致我们能够 按时分量 我们不要一直在那边 等别人来跟我们 分享神的话语 不对的 我们应该每个人 都要去看神的话语 你的领受 神会给你特别的领受 你就顺着神给你的领受 来帮助你周围的弟兄姐妹 最后一点呢 不要成为一个 以为主还没有这么快来 在那边任意欺负人 并且沉迷在 这个属世的 这些欢乐追求里面 好吗 这个是第一个 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比喻 第二个比喻 聪明同女的比喻 这个你们很熟 我看这个我可以快一点讲 对吗 他说有十个同女 五个是聪明的 五个是愚笨 聪明的怎么样呢 聪明的他有备游 因为你懂那时候 大时的婚宴 新郎要去新娘的家 娶了新娘 要走街了 要去探访他的亲人 所以有时候会久 单年了一下子 才会回来新郎的家 回到新郎的家呢 才有一个婚宴 他们那时候是这样 所以这个十个同女呢 当然我们看不出 谁是聪明 谁是愚座 可是这里说 五个聪明的怎么样 会去备游 五个愚座的呢 没有备游 结果呢 他们都累了 他们就打顿睡觉 可是这时候 怎样 新郎来了 有人就喊叫他们 新郎来了 结果呢 这个愚笨的同女 那时候才发现 自己的油不够 他就要向那个 像那个聪明的人 聪明的同女 借油 可是圣经说 这个聪明的同女 跟他说 不行 我不可以借给你 因为我借给你 我也不够 所以怎么办 他说你快点去买 所以这边给我们看见 有 你需要自卑 别人搬不了你 借不了 有一些人说 哎呀 这个五个同女 这个五个同女 是不是只是简单的 计算错误 calculated wrongly 就说你打错了算盘 只有这样简单的吗 我们看后来 他说 他说 当这个五个愚笨的同女 去买油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这样 新郎 倒 那时候呢 没有预备好的 就跟新郎在一起 门就关了 这个很奇怪 那时候 基本上门没有关了 可是耶稣的比喻里面 却告诉门徒 门关了 所以门徒们 听到耶稣这么讲 很惊讶 耶稣你没有讲错 门为什么会关呢 根据他们的系书 门没有关的 随时都可以进来的 可是 这里说 门就关了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机会 不是一直都在 有一天 门要关 并且 那个 愚笨的同女就说 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主人怎么说 主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表面看起来 他们应该是主人的朋友 为什么主人会说 我不认识你们呢 很惊人的 对不对 有一天 如果你在天上 你碰见我们的主耶稣 你说主啊 主啊 主耶稣说 我不认识你 你会怎么样 糟糕啊 对不对 所以 什么意思 警醒 准备 什么意思 第二个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什么是警醒 什么是预备好 是私人的 是你跟神的关系 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你的心 是不是像做世界 还是你的心 你是恋慕做我们的主 你跟神有一个爱情的关系 你不是只有需要主给你 夫妻啦 祝福你啦 你才来到主面前 所以这一个是很令人刺惊的 你有没有准备好 你有没有警醒 决定在于你跟神的关系 你的心 有没有等候他 还是你叫神等你 有一些人是叫神等你的 因为神对他来讲 算不了什么 外面的东西才是比较重要 世上的东西才是比较重要 他的女朋友比较重要 他的孩子比较重要 他的家庭比较重要 神 其实是点缀而已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你不是在预备好的人 你并没有警醒 所以我们看提多书这里说 他说主救赎了我们 是要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钱的心 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 敬钱的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父 并等候自大的神 和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 这一个人就是聪明的 同意 所以不要给人家骗了 信主就好了 你懂得救了 你懂我得救了 今天有很多人的麻烦就是这样 教会很多的麻烦就是这样 人以为我得救了 他也没有追求的心 因为他不爱慕他的主 其实讲到头来 他心里没有主 主在他的心里 没有地位 了解我意思吗 这样的人是没有准备好的人 OK 最后这个比喻 还有一点时间 这个比喻是讲到 天国好像一个人 要去外国 他就讲 把他的家月 主人的家月 分给他的仆人 按作仆人的才干 有的得到五千 有的得到两千 有的得到一千 你可能会觉得 一千好像很少 其实不少 一千原文叫做一塌连德 一塌连德是一个人 工作二十年的收入 多不多 很多啊 神给他们很多的资源 因为是主人的家月 他要这一些仆人 去做什么 去管理 他的家月 所以 这个良善忠心的仆人呢 听完主人的吩咐 他们就去 立刻就出去了 五千的 赚回五千 两千的 也赚回两千 可是却有一个讲 一个 又懒又恶的 对不对 我们 这个 同样的 这个两千 主人也同样赞赏 他 你注意看这个比喻 五千的人得到的 赞赏 跟两千的得到的赞赏 是一模一样 所以不要以为 哎呀 我好像比较 没有恩赐 我没有什么才干 我不能够做些什么 不用紧的 你做一个小小的角色 你忠心的去做 我告诉你 你得到的奖赏 是一样的 可是 有一个什么 又懒又恶 这个 他去把 一千块钱 埋在土里 他埋的借口是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哎呀 你这个主人啊 是这样 是 没有重的 你也要得 没有傻的 你要得到的 换句话说 其实 这个恶铺 他是懒惰 因为主人说 你就是 知道我这样的人 你就早就应该 把我的钱 留给 那个什么 税万赢钱的人 最少你还得一点利息 你连这个东西都不做 所以主人就这样 卸开他懒惰的借口 结果 他的下场是怎么样 有一些人以为 哎呀 这个是 事丰吗 这个跟得救 没有关系 可是 如果你看这个比喻 这个人 这个人怎么样 他的下场 是 丢在黑暗里面 在那边 哀哭 怯齿 就等于是这样 跟神的国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要谨慎 所以这个比喻 告诉我们 什么是警醒 什么是准备好 这个表现在 我们如何回应 神所交付 我们的使命 你懂 马太福音 第十三章 耶稣讲 天国的比喻 结果最后 耶稣讲了 第八个比喻 很多人 没有发现 这第八个比喻 是什么呢 耶稣说 一个家主 你们要做一个 家主这样 把新的东西 跟旧的东西 从库里面 拿出来 什么意思 我们基督徒 我们明白真理以后 我们有一个责任 就是把旧的 旧的是什么 其实原文里面 那个东西 是又旧 又新 它的意思就是说 把神的启示 神在旧业里面的启示 把它搬出来 把它用新的方式 来解释 让人家有一个新的明白 我们有一个责任 世人不明白神的真理 我们需要把真理 带到人面前 来让他明白真理 这个是 耶稣在十三章 讲的时候 告诉 我们有这样的责任 凡是他的门徒 就应该向家主 把新 旧的 新的 把它拿出来 这里 主人 再告诉 另外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什么呢 他的家业 主人给你 把他的家业 托付你 神的家业是什么 今天 我们的主 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们主 今天在世上 最看重的 就是他迷失的羊 要找回来 他最看重的 就是他的珍宝 他的教会 你懂我们 教会是他的珍宝 能够 发官 能够发亮 能够变成真金 能够把那些污质 去掉 这个是我们主 对这个世界 最关注 所以这两个东西 都是神 交付我们的 使命 在他还没有来之前 我们对主 交付我们的使命 我们怎么样 可能有一些人 只有五千 他有很多的 才干 他能够服事 他能够有 能够做的很多 感谢主 可能有一个人 只有两千 不用请 也是感谢主 两千其实不少了 两千是四十年 五千是一百年的 收入 一千是二十年 所以 这个里面很清楚的 我们对主 给我们的拓付 怎么样 我们是否心意 更新而变化 好像良善 忠心的仆人 来 等候 心无盘焉的 在等候我们的主 还是我们像 又饿又懒的仆人 轻视 主人 或者看拒 主人 给他的 托付 这个比喻 要告诉我们 所以今天 我们看了 这三个比喻 这个三个比喻 都在不同的地方 教导了我们 所以我们 不要再浪费时间 神的家常常遭到破坏 为什么 意见不合 理念不合 我们就在那边 批斥功绩 搞斗争 在神的家里面 所以很 很可惜 不 神关注他的家 我们要批斥贱 我们要批斥医治 我们要忠心 按时分量 第二个 有没有看见 我们有没有备游 我们要 不要得过 一日得过且过 没有预备好 你爱主吗 你认识主吗 不要有一天 主说 我根本不认识你 很糟糕的 我们不要落到 这样的一个地步 外面看起来 这个童女都分辨 谁是聪明 谁是宇宙 分辨不了 主耶稣也说 在那个十三章 麦子跟拜子的比喻 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 有麦子也有拜子 可是有一天 主说我要分辨 好 那么最后呢 讲到 不要藐视主的托付 把银子埋起来 好 我们要为主 自力地经营 祂的家业 我们要 我们的心要在主那里 OK 所以今天呢 我就以支戒来给你们 结束 然后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主席 彼得后书二章 三到十四节 他说 亲爱的弟兄 米本节制作业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 殷勤 使自己 怎么样殷勤法呢 使自己 没有 壮 无可 指责 安然建筑 没有沾污 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数字 无可指责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侍奉 我们所做的 我们要成为一个无可沾污 无可指责的 以致我们可以安然的 迎接我们的主